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场来到中山区 总共16个提案 市长蒋万安与相关局处一一回应 针对地方有南大安北荣兴的想法 市长蒋万安指出 目前文化局正在整合公园处产业局 希望打造荣兴花园音乐祭 一进会场 市长蒋万安便与每一位里长热情握手打招呼 紧接着便开始进行座谈 金泰理里长邮敬毅建议 敬业四路与乐群三路交叉口共有平面停车场 改建成复合式停车场 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其实我想不止在我们邮敬离里长这边 或中山区 其实台北市各地 都有一些闲置的空间 不管是市有的土地建物宿舍导旧 那各地方也都有需求 需要长照图书馆供托公佣等等 我们上任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更有效率的每一个配置 所以我们成立了市有资产供需整合小组 由秘书长当召集人 然后整合所有的闲置空间 包括161里面这些原本的警车空间 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多目标的大楼 所以第一 也请公所这边就提案 送到我们的审议小组里面 由秘书长召集各局处 第二 未来的方向我觉得很重要的 一个是要看未来五年十年的需求 不是看现在 看现在其实不准 现在可能讲没有这样的停车需求 这里小家庭不够 不够多 我们不需要公多 不是 我们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第二 也是要看 也要聆听在地的心声和需求 到底在地的乡亲钥匙 里长的意见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朝这两个方向来做规划 所以我们上到这个平台以后 也会持续请里长提供意见 希望未来我们到底要放什么样的服务进来 才满足地方的需求 永安里里长唐凯汉提案 要求市府沿拟科技执法进入巷弄 蒋万安在听取警察局意见后表示 科技执法有其限制与必要条件 市府会再进行评估 我想一开始是希望先让这些违规的这些民众 对他们产生一些吓走效果 就让他们了解到说警察会来 在特别的时段尖锋事件 我们来执法 当然我们也以太过分加重警察负担为前提 来进行 先劝导 然后劝导父亲我们再来开单 那第三 我想我也会请包括我们交工局 交工处等 来去看看当地还可以做什么样的规划 多管齐下的方式 不管是路行的规划啊标示啊等等 就是希望在下课的时候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安心班了解或补习班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透过这样的方式 先来改善 每一次在安心班补习班下课的时候 很多家长为了接送违规停车的行情 那保持向道的长通 因为他是补习班 所以不是学校 我们也没办法划设这个接送区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通过多元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这一案 我们请警察局加强执法 交工处这边去现场实际了解 看还可以透过什么样设计规划的方式来进行 好 那我们这一案就先列管三个月 中原理理长罗崇华提案表示 人的公园所重数目和更并严重 市府应进行全面检测 讲完指示公园处要找出防治方法彻底解决问题 其实理政都很了解 因为他们在第一线照顾公园 其实看了很多 那先看罗理长这边 公园处这边会先救人的公园 我知道到七月中的时候先完成土壤的改良 然后后续好像等秋凉的时候会种新的树 当然这可能就需要时间 那第二个罗理长希望的是 有没有一个能够治本的 而不是只是治标的方法 那公园处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这当然我们是透过米格鲁等等各种方式 那还是请公园处要想一个方法 三个月的时间你们去邀请专家学者 包括我知道你们好像也有跟台大的团队合作等等 或是参考国外的做法 然后也去聆听里长们实际在处理他们了解 或是他们处理过的经验来参考 就台北市各区赫根并的问题 到底我们怎么解决 我不要说今天好你说好我们重新住 有小数然后等个五年 五年没等到然后又有赫根并发生 又重新来一次 所以这个请公园处三个月时间 去好好研议一个方案出来 来根本的解决赫根并的问题 另外地方有南大安北荣兴想法 蒋湾表示目前文化局正整合公园处产业局 希望打造荣兴花园音乐祭举办地方活动 建立市集萤火虫保育等生态活动 成为另一个市民朋友日常游戏的好去处 另外对于关系着中山区未来发展的 一兵拆除案 蒋湾表示一兵确定会在明年春节前后就会拆除 后续用途有一些考量 但目前相关计划都还没有确定 仍需整体规划评估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广 台北友善店家服务 除了新增多项友善服务项目外 更邀请创作歌手魏佳莹 为友善店家创作主题曲 另外延续台北友故事主题 还有七个场次的体验小旅行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期盼与各大商圈合作 增加友善服务店家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体验台北市友善 好客热情的城市魅力 创作歌手魏佳莹 亲自唱出自己创作的歌曲 这是台北友善店家主题曲 已经在台北市居住多年的魏佳莹说 自己真的很喜欢台北 泡在台北超过二十次长 因为我是住在台北 有没有什么特别去截取灵感的方式呢 因为其实我在台北也住了好几年了 但就是那时候刚搬上来的时候 然后朋友都会担心我 想说问我会不会不适应或不习惯 我想说我好像绝对蛮好的 没有这个问题 对而且很喜欢台北 我还有就是早上嘛 然后你好就是 白天的时候 哦白天才可以用 对对对 晚上是要用 好 こんばんは 与魏佳莹联手拍摄 外语宣导片的网红 伊库老师也分享自己与 友人在台北店家消费的经验 直呼台北市真是太友善了 那个时候是 现在我的朋友第一次来台湾 然后呢来到台湾嘛 然后想要让他说刚刚一点点中文 然后练习 但是呢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会用日文 全部都是日文来回答 所以你没办法用错 没办法练习 完全没办法 老师刚刚要准备一下音乐的 在歌词填空游戏中 俏皮跳着时下最夯的花朵舞 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期盼 透过让人朗朗上口的主题曲 加上多国语言的短影音 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到台北体验友善城市魅力 因为我们台北市的观光呢 跟消费我们的诉求的对象 不是只有台湾本身的旅客 而是呢是国际友人 所以特别特别伊库老师 我们希望拍国外外国的一个语言 然后来宣传台北 让大家认识台北 也希望能够来到台北来旅行 那另外呢 魏嘉莹的部分 他年轻人啊 创作一首歌曲 来当做我们的主题曲 这个主题曲也希望能够 未来我们都用这首歌来 当过主题曲 让大家认识台北的友善 音音国门开放 已经吸引超过700家店家加入的台北友善店家服务 目前包括有英日韩外语友善 行动装置充电 穆斯林友善等共15项友善服务项目 未来还将加入高龄友善及私自友善 让服务更全面 未来我们还会做高龄友善 跟私自友善这一块 把它加进去 让我们社区 让我们的邻里周遭 能够感受到我们店家的一个诚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最重要是我们 把我们的商圈推展出去 推销出去 让国际以及国内的各个地方的人士都能希望 喜欢来到我们台北市 那这是我们尽最大的力量 除了延续台北友故事主题 规划七场次 带领民众走访西门中山 到绕成士林万华及民生社区 六处特色商圈的友善店家小旅行外 即日起到8月14日 更推出友我代理走创意活动 民众使用店家优惠券或友好金进行消费 还有机会抽到万元友好金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台北友善店家的网站 就今年参与的所有的店家的 我们店家所有的名号 然后大家可以去里面玩趣味的小游戏 完了之后 应该就可以得到优待券 或是有200元的友好金 然后之后你就拿着优待券跟友好金 你如果就再去我们的友善店家 就是200多家去消费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抽一万块以上好的友好金 可以抽一万元以上的友好金 或有很多的家电产品 总共算不多 就36万 但就让大家一起来 透过这样的过程之中 来让大家更多的店家 来认同这样一个友善的概念 林毅华强调台北市 不只有丰富多元的特色景点 还有热情好客的店家服务 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台北这座城市的友善魅力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为了解清家长的负担 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8月起 台北市政府将推动私幼教育辅助差额补助方案 一学年最高补助五万两千元 小朋友同言同语地问台北市长蒋万安 有没有玩过纸飞机 引起现场欢笑声 为了营造友善学习环境 身为三宝爸的蒋万安宣布 今年8月起 北市府将推动私幼教育辅助差额补助方案 补助家中有就读私立幼儿园 两岁到四岁幼儿的家庭 希望减轻家长负担 也就是对于我们两到四岁 还有父母一方设计在台北市 然后所得在20%以下 我们就会给予一年最高私立幼儿园的补助 一学期是两万六 一年就会有五万二 所以叫五二零宝贝我爱你 那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减轻 爸爸妈妈的负担 营造一个更友善的幼儿学习环境 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进一步说明 申请补助条件及补助金额 将分三个等级 最高每一学期补助两万六千元 一学年补助五万两千元 如果一个预会员收费是七二七六以下的话 他就会也月收费减五千元 然后再乘以家宝服务月 那第二级就是七二七七到一一二七六 那这个等级呢就一例都是补助一三六六零 那第三个等级的收费呢 更高的就是一一二七七以上的话 从月收费这个额度减五千 再减四千乘以家宝服务月 就是他可以领的钱 但是如果他的这个领的钱呢 超过两万六的话 那他就会最多只能补助到两万六千 在小朋友教导下 蒋湾与教育局长汤志明也在校园户外 实际体验射见乐趣 为了让小朋友从学中玩玩中学 台北市政府也将成立幼儿Steam创施中心 希望透过课程设计与教材使用 让年纪较小的学童 在游戏中慢慢训练思考 为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Steam就是包括科学科技 还有艺术工程数学这几项 其实不要讲说这些很深 其实现在很多的课程设计教材的使用 其实是可以很适合这些年轻 非常小的小小孩子 让他们在游戏当中 慢慢的训练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向 慢慢的学习奠定好的基础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培养更具竞争力的人才 教育局长汤志明表示 Steam教育精神就在鼓励学生动手做 在过程中透过跨领域探究学习 幼儿Steam创施中心将设立在新生国小 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竣工落成 目标希望每年可以培训30名总子教师 必须要有一个中心来做这个案子推动 课程研发还有做私培 让老师们可以到这边来学习 完了又可以带回去 甚至有一些教育教育 他也可以从这边来借然后再带回去 他们也可以把小朋友带来这边来 做一些探索了解 这是我们中心成立的过程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度 能够开始能够每一年培训 大概30名的这个总子教教师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的研所希望这个基地研所 也能够达到20个研 另外针对日前新北市幼儿园 胃药事件引发家长恐慌 讲完重申 台北市第一时间已经针对 辖区幼儿园进行清查 目前并没有发现不当用药的情况 为了让家长放心 台北市开放联合医院 五个院区进行公费抽携检验 未来也会和钥匙公会合作 办理用药安全研习 希望建立原方与家长间的互信 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 我们也对于所瞎管所有的幼儿园 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那并没有发现有不当用药的情形 但是为了降低爸爸妈妈的担忧 我们也开放联衣五个院区 让有需要 一律地把妈妈能够免费抽血 进行检验 同时我们也跟民间包括台北市 要是公会合作 我们会提出用药安全的研习 我想等等这些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建立 包括校方 包括园区 包括家长之间的互信 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讲完也再次感谢台北市 所有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的付出 让孩子们能健康快地长大 台北市政府会做所有教保人员 最坚强的后盾 也希望打造友善育儿环境 让家长安心 因为我自己三个孩子 也都是靠教保人员 协助帮忙照顾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的辛劳 我想真的是 给予最大的肯定 也因为我们教保人员的爱心 细心 还有耐心 才能让我们孩子们 能够在一个安全 而且舒适的环境能够学习 我想这一点 今天来就是表达 我们对教保人员 最温暖的力量 最大的支持 所以我们绝对 做所有教保人员 最坚强的后盾 据了解台北市市立幼儿 元素超过500件 北市府期盼 透过私幼学费补助 减轻家长负担 让年轻夫妻 愿意生育儿女 因应能口 逐渐下滑的国安问题 记者欧宇军 张启腾 台北采访报道 在带您来看 大安区龙生理 提前举办端午节的庆祝活动 现场有精彩的表演 台湾小吃 节目丰富多元 各式摊位 联系区里林里的感情 台北市大安区龙生理 乌克利利班 一手好心情 到处周末 林里好友齐聚 庆端午节的欢乐情绪 龙生理在龙生公园 举办端午节活动 有精彩节目表演 纪念品免费送 修容美容服务 慰劳长辈的按摩服务 还有各式小吃美食 有吃又玩 敦情慕林 因为我们是那个里长的好朋友 省份里的好朋友 办这个活动 想说跟乡亲互动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 所以说看这边很热闹 很高兴 美食啦 有音乐啦 还有看舞蹈啦 我是觉得满满的 跟里民互动很好 他里长做得很成功 到这个节气 是我们民间很重要的 一年四大节 三大节日之一啊 那可以回味一下 我们那个民俗 那一方面那个省里长 服务多年啊 我们都是他的好朋友 他的活动我们常常都参加 也联络大家的感情 非常舒服 这我是意料之外 有这个活动 这边会开课 这边 以后他会开班 开课 免费的课程 我觉得这很好 尤其我们年纪 上年纪的人 很需要这个 丰富的活动 有赖里长的好人员 不少单位与贵宾 共襄盛举 在端午节前夕 热闹还庆 今天是我们大安区 农森里 112年度的端午佳节的活动 我们农森里呢 每年都端午节跟中秋节 都有办 每年办都是下大雨 我想今天应该会下大雨 但是还好到目前是都是天晴 我们这次呢 主要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吃的玩的 以及各单位来一起配合 包括我们有永庆房屋提供了三十几顶的帐篷 以及有小孩子玩弹珠 钓鲤鱼 还有爆米花 以及我们里呢 本身也有准备了牛饭 仙草 米苔木 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 也帮我们提供了客家麻糬 还有我们大概有二三十个单位一起来办这个活动 包括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级侦察队呢 他们也全体出动 还有环保局做了资源回收 我们也感谢环保局 以及吴胜中局长 台北市客额会 徐世勋主委 以及大安健康活动中心 等等很多长官来丽临 帮我们加持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个活动 能够给李明带来一个快乐 欢喜的端午佳节 没有看到这么热闹的这个场合了 那里长每年以前都会办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终于复办了 那博弈在这边 还是要感谢里长会长 还有我们所有朋友对博弈的照顾 在这边致上最诚挚的祝福 跟吴胜中节不止平安 包仲 包仲幸福 包仲快乐 包仲健康 天天愉快好不好 但是感谢大家也祝福 会长你辛苦了 那志强过去当过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所以对于中央的政策很熟悉 那我也是当然去在地的台北市议员 以前也跟我们里长 还有跟我们像县营律员很多的好朋友 一起为大家来拼市政 所以国政市政 志强都有经验 那如果觉得需要个专业的立法委员 就拜托大家 支持罗志强 那我们在这个端午佳节 那也谢谢我们里长一路走来 都为我们龙森里付出奉献 我进到中央一定跟我们的地方 包括县营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议会的好朋友们 一起跟我们的凤云里长来建设荣森里 还有呢大家最近的诈骗的议题也非常的猖獗 所以我们一直在各个里也是在宣导预防诈骗 还有各个里的这个小朋友的手机问题 所以我在教育委员会也一直在推动这个 那么县营比较关心教育 也关心大家的家庭 希望呢未来大家有什么样礼商的事情 不管是家庭教育 或者是建设的 都不要客气 我是台北市议员曾县营 借这个机会祝福大家 端午节身体健康全家和乐 你假如有度过这个建国高架 跟我们和平都叫他到那边 可以看到那个格文强 上背已经装了太阳能板 各位看到那个太阳能板 各位有一次很笨重的东西 其实现在太阳能板 都已经可以变成这么柔软的太阳能板 所以不只可以装在屋顶 还可以在墙壁什么 哪个地方 有地方就可以放就可以发电 那现在环保局 有边一亿的经费 要补助大家 去做太阳这个创能 除能跟节能 这个住宅最高 可以得到一两百万的鼓注 那社区可以到六百万 所以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子 那以后就不要怕说 大家都停电 结果我们家就不会停 那这次工商服务的话 来拜托给大家能够支持 那也期待我们里长 来率领大家 再往这个静零排放 2050静零排放 省里长用心准备节目 吸引许多民众 辅老稀幼都来参与 趁着端午佳节 将欢乐时光带进 每个人生活回忆中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几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再带你来看 在体育领域表现亮眼的世新大学 为了要提升运动选手的安全 与卫福部台北医院签订医疗联盟 提供世新选手们专属的绿色通道 透过及时有效的医疗介入 减少运动员的伤害 提高运动的表现 共同守护选手们的健康安全 熟练的高举抛接 结合体操舞蹈动作 世新大学啦啦队精湛的演出 背后是每一位队员努力练习的成果 但训练及比赛过程 难免产生运动伤害 为了守护运动选手们的安全与健康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 与卫福部台北医院院长郑顺平 签署医疗结盟 将由台北医院提供世新大学选手们 专属的绿色通道 透过及时有效的医疗介入 减少运动员的伤害 提高运动表现 推动运动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赛事 是世新大学一向以来 非常非常重视的事情 今天这个场合呢 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球队 跟我们的体育的选手 能够结合我们的台北医院 在给我们协助 不管在这个医疗或者是体育的一些 这个身体的一些保养之类的 那我想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世新大学 照顾学生的一个概念之下所形成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 世新大学等于是强强联手 在运动医学中心 主要是有骨科 复健科 我们还有中医 来提供完善的一个医疗的照顾 会根据选手的一个需要 我们会有最先进的一个设备 在第一时间 你不用到医院看诊以后 你可能还要再等待安排 超音波检查 核磁共振 可能要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目前基本上都是 立即就可以提供给选手 最正确的一个诊断 那接下来就能提供 最好的一个治疗 那除了医师以外 未来我们还同时会结合 包含运动营养 运动心理 那借着这样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 希望能提供选手 最全方位的一个照顾 世新大学在运动领域 连年闯出佳机 不仅篮女篮球队连续三年闯入四强赛 足球 羽球 棒球及拉拉队 也都在各项赛事中获得亮眼成绩 在世新大学与台北医院强强联手 提供专业的医疗照护 也将成为世新选手们 在运动场上最有力的后盾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捷运环壮县 南环段工程在跨出重要的一步 南环段CF670A区段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台北市长蒋万安及各界贵宾都到场祈福 盼圆满完工创造更多的商机 第二盘动土吉祥 欣欣向荣 圆满平安 谢谢各位长官关于贵宾掌声祝福 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和交通部立委议员 和相关单位贵宾一产两产三产 宣布南环段CF670A区段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这是捷运环壮县南环段重要一步 南环段全线通车后 由郑大校园生活圈前往公管商圈 搭车时间大幅缩短 大平林和板桥站到动物园的车程 也缩短一半时间 为北市动物园一日游创造更大的旅游商机 现在来讲的话木栅很集结的很多地方 木栅路 木星路基本上没有捷运到的地方 那在我们不断的催促 总算在蒋市长很快的上台两个月左右 他就把他能够来标出去了 在过去柯市长的时候 标了八次都标不出去 因为原物料上涨 因为劳工的缺乏 所以都没办法标出去 蒋市长这次上来 用他的魄力 而且找到对的方向 找的是大陆工程 品质非常好的 先标一半段 后半段还要追加预算 追加预算就是我来要求他 而且我会要求中央 就我们中央政府 这个要主席总处留一部分的钱来给他 而他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他可以连到新北市 他可以连到信力这边 信力区 所以整个来讲就变成说 新北市的三环三线 跟台北市的整个环线 整个就连起来 这个叫大台北的计划 这一段非常的重要 这一段通 其实今天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一通的话 以后大概七年后 大概要盖七年 七年后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捷运 整个是全部都连起来 台北 新北都连起来 以环庄县来说 最主要是南环 那往信电方向 或者是甚至到板桥方向 对当地里面来说 居民来说 都是很便利的一条捷运线 那甚至我们如果说到 板桥那边衔接到陶杰 那边也都是很方便的转接点 南环段日后完工 提供新北市信电 综合板桥等区的游客 更便利抵达东屋园 也增加镇大校园生活圈 对外连同方式 我想南北环段 不只是将我们的网络 和捷运网络向上提升 更加的便捷 文山区 位处台北市最南端 又临山边 长期隐害 连外的交通是 在12个行政局面 相对来讲比较不方便 85年我们有物诈线 当时刚好是我隔年进入大学 到镇大念书 我也算是捷运一开始的受惠者 那时候的确坐捷运物诈线到动物园 然后转公车坐到镇大去 那时候我就在想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镇大可以设立一个捷运站 哇 等了很久 也还好在五年前 才会下二十几年前 所以那时候就很期待 我们的捷运网络 是不是可以更加的严密便捷 那我想今天看到 我们南冠站终于 太空洞中这个区段 我想大家等了很久 那同时今天来到这边 我看到这里 包括未来会有两个地下站 东园站 镇大校园生活圈站 我想这么多文山区的里长在这里 也谢谢里长们 一直以来为我们乡亲地方 来争取更便捷的交通 我想不只是让在地民众 可以享受到便利交通 我想未来带动整个文山区的发展 引进来的商机 我想更是无限 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想未来这整个县地下道 是走地下 经费非常高 而接下来后续的施工 也会需要在地的乡亲 大家共体时间 会造成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但是这些都是迎接未来 更便利更美好生活 必须经过的 所以也请我们每一位里长 多多包含 也帮忙协调沟通 我想未来这里的发展 我们可以想象会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迎来的是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在这边也宣传一下 我们马上 应该是后天6月15号 我们基北北桃四县市 一二零零的月票 就要开始预售 7月1号就要正式上路 也请大家帮忙宣传 我想这对所有通勤通玄的族群 都是一档服务 捷运局表示 首都环装线日后将串联 目前已营运的7条捷运路线 并和其中14座车站与捷运轻轨 台铁高铁积节交汇转程 缩短通勤及旅行时间 也扩大居民的生活半途 让双倍各区均衡发展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协助产业发展 增加金融在地的就业机会 金融市场谢国良带领团队 深入大五轮工业区 透过面对面与厂商的代表座谈 希望有效率地解决厂商所遇到的各项问题 画面上是大五轮工业区厂商协进会 与基隆公测会共同办理的大五轮厂商座谈会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带队 跟秘书长方定安 督发处长谢孝坤 产发处长林鼎超等相关局处人员 与厂商代表面对面讨论各项问题 市长谢国良表示 发展产业增加在地的就业机会 是他最重视的事 会用同理心加速各项行政效率 为厂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今天很高兴跟道文工业区的企业们 大家有一个座谈 针对有一些建造 有一些比较延宕的部分 我们也针对的个案 我们具体的讨论大家彼此的差异 我们简单进行协助 另外这边有一些限高 因此没有办法让救灾车辆进来的部分 过去可能是在早期发生了很多A1车祸等等 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执法 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环境的安全的改善 那基本上还是要让救灾车辆能够进来 这一点我们也会让交通处跟警察局负责 把周边的安全环境建置好 再来跟里内的民众来讨论 总之工业区的企业们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是创造就业 把这些建造赶快弄好 就可以有更多的企业可以建筑 这是我们最期待看到 那这样很亲和力的跟我们这样面对面 谈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建筑始造的一条边的作业 还有我们的瓦斯管路的问题 也会帮我们解决 甚至于限高交通安全这问题也帮我们处理 所以很感谢市长今天专程抽空来 听听我们的心声 也帮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那当然 因为联华食品他现场建造之后 他就有400位新的员工会进驻 所以呢对我们基隆来讲 整个就业机会还有经济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的好 现在大概雇一下有吗 大概雇应该两三千 两三千有 因为创委就500多个 创委现在就是500多个员工 然后连环目前就400多个 但现场还会再400多个 从现场厂商的反应看来 大家都感受到市长谢国良 以及市府团队的用心 逐条解决厂商所面临的难题 务实回应 相信在市府与产业共同携手下 能营造更优质的设厂创业环境 创造更多的在地就业机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旺海巷 有一家特色泡面店 标榜自助吧 有青菜 肉片 海鲜 任君挑选 一旁还有网美饮品店 许多人慕名而来 享受着视觉味觉的双重饗宴 超丰盛的 泡面里加入满满的料 有肉片 蔬菜之外 还有多种海鲜 任君挑选 墙面上一整面的泡面墙 超级吸睛 算一算有两百多种世界各国泡面 新拉面它的品牌 受年轻人的喜欢 安城汤面 这也是韩式的 所以可以肯显得意见 韩式的泡面跟拉面 它是受目前所有网友 那最让我们意外的 这个我们台湾的 这个就是花雕的酸菜牛肉面 虽然30度高温 大热天中午 民众对泡面还是情有独钟 店外满满人潮 还蛮好吃的 店长会这样煮 不太会 不会加这么多料 就只有煮一番泡面这样 反正加个一点肉片而已 先点巴鲨鱼 然后还有一些 它蛮多种菇类可以选的 然后蛋也有三种可以选的 靠近基隆望海上这间泡面店 里面有自助吧 冰箱里满满海鲜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还有爸爸妈妈带着小孩 一起来吃海鲜泡面 我们这边选购我们的泡面 都可以有自己搭配不同 喜欢的这个料理 不管是海鲜类有虾子 大白虾 有鲍鱼 还有一些淡菜 或是牡蠣 还是一些套Q 那会根据不同的季节 然后我们都有不同提供给 所有的游客 可以来公开选择 那我们也有这样丰富的 这个很多的蔬菜类跟菇类 还有一些火锅类的东西 这个借我说 你的料比较好 看看议长童之伟 和事议员许瑞池 自己挑选的海鲜泡面 有淡菜 透抽 虾子 香味立即扑皮而来 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日式的这个猪骨 猪骨的一个拉面 然后搭配我们的海鲜 那这日本跟我们的卡玛店 跟我们的海鲜 跟我们现在在地的这个中正区 这个有山有海的一个好地方 其实是非常搭配的 所以业者可以想出这样子的创意料理 其实对我说是一个非常新鲜 那我今天从海边这样走过来 其实我们刚刚喝完咖啡 喝完饮料 再来吃碗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午后 我本身非常喜欢这个韩国Q弹的辛拉面 那再配上这个新鲜的海鲜以后 真的超好吃 绝配 那这里有大概多达两百多种的泡面选择 那每一次我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泡面 像是有泰国的啊 有韩国的或甚至缅甸的 甚至还有菲律宾的 加了海鲜的泡面 价格平均落在一百到三百元之间 吃完泡面 还可以到隔壁 网红店 喝杯调酒饮料 消暑又解渴 八斗籽在原住民话里面叫八斗 八斗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女屋的意思 因为八斗籽这样的一个地形 其实过去是一个烟雾缭绕的 那这个饮品特别设计 它有一个烟雾的感觉 那也有一个女屋的一个意向 非常适合在我们中正区做一个代表性的饮料 这里除了这个饮料好喝 那这是一个五酒精饮料 那它也非常有意向 然后特别准备了一个鸡笼的意向 大家有看出来这是一个鸟笼吗 老板也特别找了一个鸟笼 来装我们的这个饮料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 大家来这边走走 那这是一个非常放松深险的地方 暑假忘记到来 来望海上玩水之外 来一碗海鲜泡面 喝一口冰凉的饮品 三海美景相呼应 视觉味觉 双重享受 记者黄绍明就有报道 见得幼儿园第42届毕业典礼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颁发毕业礼物 给予满满的祝福 而针对之前备受全国关注的喂药议题 市长也特别到幼儿园的教室 亲自了解老师帮小朋友们喂药的流程 让家长们都能放心 见得幼儿园毕业典礼 小小毕业生在校园拍毕业照 还有好多话想对同学 老师还有爸爸妈妈说 今天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 很开心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朋友 对你的同学 有 请说 谢谢同学帮助我 帮助我长大 谢谢同学帮助你长大 很好耶 你有什么话想跟你同学说呢 拜拜 拜拜 还有呢 我永远跟你都是朋友 就是我想要跟游翔乐一起 念同一班 我上国小以后想要跟同学在一起读书是吗 对 还有要跟爸爸妈妈说什么 谢谢爸爸 我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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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学业顺利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是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好不好 好 谢谢 此外针对日前备受关注的胃药风波 市长谢果良也特别到班级里面 了解整个胃药流程 让家长安心 同时也再次替幼儿园老师们加油打气 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那最近也因为胃药案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让家长跟老师的关系非常紧张 所以我们刚刚也特别有看了老师胃药的整个流程 那我相信在基隆 所有的老师都是基于孩子们的健康 在家长的祖父以及医生的处方之下 才来进行胃药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希望这个可以好好的来鼓励一下我们的老师 要不然最近幼教老师的士气感觉到有一点低迷 那我觉得对他们也不是非常的公平 那我相信在基隆跟全国绝大部分的老师们 一定都是尽心尽力 我们在这边给他们献上最高的敬意 也恭贺建得幼稚园的孩子们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 整场毕业典礼充满着温馨与祝福 教育处长刘美兰与教育团队规划了这场温馨的毕业典礼 也充分表达了基隆幼教界温馨的亲师生关系 共同呵护这些小朋友快乐地长大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五人国中举办挥舞音姿音乐会 毕业生 在校生及师生同台秀出好声音 给社区与亲师生一场难忘的音乐饗宴 经过无数次的彩排 睽違三年的音乐会 在五人国中活动中心隆重登场 不管是舞蹈 直叠演出 还是师生同台秀出好声音 都令人刮目相看 那这个音乐会呢 最特别的地方是跟我们的老师一起表演 所以这是一个师生一起的音乐会 这个音乐会呢 已经三年没有办了 那过去的音乐会 我们都邀请社区 然后在晚上举办 那也做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 义务活动的一个展演 那今天最多的是我们90级虽然已经毕业了 但他们也都回来参与这个音乐会 包含演出 包含观众 那我想这个非常不错的音乐会 我们希望持续办下去 在校生与毕业生联手 师生同台吸引了全校师生与参与嘉宾 那看到师生如此用心的在为一些才艺 在做努力付出 那我们感到相当的感动 很开心 从戏剧 然后到老师唱歌 然后到同学跳舞 甚至有子弟的读咒跟合作 真的很感动这个活动 因为疫情有点减锋的关系 然后可以再次举办 然后之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可以每次都来 还有荣获全国学生创意戏剧竞赛特优的舞台剧 谁 在学校首度公演 同学们展现惊人的演技 令人花梦相看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地内国中下一秒奇迹话剧社 近年来得奖无数 今年孩子们深入社区及学校 将转角遇见爱这初舞台剧 展现给更多的民众来欣赏 希望观者都能珍惜每一个选择 看见内心的自己 大风吹 吹有后悔的人 大风吹 吹有遗憾的人 这初转角遇见爱舞台剧 是地内国中参加金融市学生创意戏剧比赛 荣获舞台剧类国中组特优的作品 与Lysis Mean结合 分享每一个转角都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珍惜每一个还来得及选择的故事 孩子们还融入Beatbox 增添舞台剧的音乐张力 这个团队对我来说真的意义很重大 希望之后 如果我能把这个东西发展光大的话 当然是把它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这个演艺 感谢社团及蝦岛给予的力量 校方将得奖的作品带进社区 也参与中原季的演出 还进入校园 让大家感受戏剧的魅力 与剧中要表达的能量 转角欲见爱的戏码 感动了所有的评审跟观众 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而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也让学生们呢 有机会到社区去进行很多的展演 还有到其他的学校去做一些分享 让大家感受到戏剧 可以震撼人心 可以触动人心 戏剧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从戏剧里面 我们看到了台上的演员 也看到了内心的自己 每一个梦想都是在挫折悲伤中 勇敢地坚持着 选择将阻碍变成疼爱 让每一个转角成为新的开始 珍惜与创造每个奇迹与转机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从端午节开始到9月份 进入绿竹笋的盛产季节 七毒笋农李文良表示 今年的绿竹笋值和量都不错 不过山珠和山枪也开始蠢蠢欲动 幸好争取多年装设电网的构想 已经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助 希望能赶快装上 在七毒马东里笋农李文良协助指导下 市议员张耿辉和李文良 分别亲手挖出新鲜的绿竹笋 直和量一级棒的基隆绿竹笋 随时准备上市 由于基隆生产的绿竹笋非常好吃 一般来说从端午节5月份开始 到9月份进入盛产季节 李文良指出今年绿竹笋的品质 应该还算不错 那像今年的竹笋 产量还不错 因为水分过 像我们最近雨水还是过 今年的竹笋特别好吃 特别的嫩 也欢迎我们游客 有空可以来到我们马林 马东这个地方 可以来这里体验 我们这个农民的生活 不过山珠和山腔也开始蠢蠢欲动 幸好争取多年 装设电网的构想已经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意补助 原则上大约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补助近八成 农友自付两成多的经费 已经有四位农友愿意装上电网 希望今年赶快装上装好 有效防止山珠以及山腔啃食绿竹笋 我们现在是盛产 盛产 但是农民就开始在烦恼的地方 就是说山腔还有山珠 已经开始在出没 那今年还好市政府 有跟那个就是 披露局有申请 现在目前我们有四位农民 今年会装那个电网 试试看 看能不能够防治 这些隐身动物 让农民 这个生活比较好过一点 感谢政府 这种努力 跟我们有照顾我们农民 能够让我们农民 这个安心一点 就这样就看情形 看我们电网装下去的效果 如果效果好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轻松了 效果如果不好 还是一样 还是要找店人的帮忙 身兼机动室休闲农业协会 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 也欢迎市民好朋友 以及外地游客 都可以利用暑假来欺读休闲农员 采买以及品尝好吃的基隆绿竹笋 人在这边也代表我们休闲农业理事长 诚恳地邀请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尤其我们知道有收看我们中家电视的好朋友 能够利用这个已经暑假也即将来临了 这段期间带个小朋友能够来DIY体验 我们农民的辛苦 然后跟着一些我们的尤其现在盛展期的粒子笋 而且我们这边的田兔 所种植的粒子笋非常甜美 好像跟那个水梨一样的好吃 然后我想在这边也欢迎我们所有好朋友 能够来我们这个休闲农业所属的一些农员区里面来采利损 体会到我们农民的辛苦 然后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到附近的休闲农业的餐厅 可以享受非常在地的美食 节省的欢迎大家 损农们也向张耿辉反映 希望市政府可以协助和餐厅业者们多联系 或是办理活动采买基隆生产的绿竹笋 用来做菜既可以帮助笋农稳定收入 也可以行销基隆在地好吃的绿竹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基隆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障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障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障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 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止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 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您好 我是足迹总处的统计访察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 掌握就业与失业的状况 作为施政根据 我是访察员 请支持人力资源调查 你有一个从小住到大的家 你想跟孩子们保留着温馨的回忆 但你知道这个房子该做补强了吗 民国88年以前因法规标准较低 因此房屋耐震能力较弱 尤其是棋楼挑空 顶楼有家盖等同众角轻的房子 地震来时可能造成底层破坏 内政部营建署提供私有建筑物耐震阶段性补强 最高补助220万元 补强做得好 地震少烦恼 好像打开开关一样 大幅进步 可以清除诊断每个同学的需求 教育AI 英才网 开启台湾数位学习的契机 见证一段全新的师生关系 分享快乐与自信的秘诀 英才师教 英才网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庄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容认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妈妈虽然要打流感疫苗 嘿 不要跑 姐妹你好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始终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还健康哦 大家好 我是小美琳 一百空八年的 高律所在靠边教 跟高律病毒新部期间 从一百空九年一月催一开始 到一百空九年二月催公围继 靠教育无人 救护高律所在开你的 靠边教跟高律病毒 可以透过望楼方式 办理病毒新部 无数时间空间的犯罪 只要过上团成功 就完成新部停书 兴死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在进步点注新部 教学核部网站 下在高律所在病毒主聊 新部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你好 我是主纪总厨的 芳达园 政府透过十九月 令日资源调查 中约酒业和私业的总控 来做市政筋骨 我是芳达园 芳达园